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复仇 一个电视剧都不敢写的事情 却真实地发生了 1400年前 隋阳帝杨广杀害自己的亲哥哥杨勇后 成功地继承了皇位 在1400年后 隋阳帝杨广的梦 却被一个名叫杨勇的房地城开发生 给挖了出来 你就说 离谱不离谱 你杀我的头 我挖你的分 真是君子报仇 千年不晚 虽然说隋阳帝陵墓的位置 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记载 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这个 在历史上同时立下千古骂名和美名的皇帝 就埋在这扬州一处简陋的墓室中 为何一代帝王的陵墓 却还不如一个小小的县令呢 本期视频 阿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隋阳帝墓 视频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 2013年 在扬州正在进行房地产开发的一处工地上 意外挖出了两座砖石墓 这两座墓葬十分的简陋 当众人都以为 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墓葬时 却没想到通过考古人员对现场的清理后 竟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考古人员宣布 这两座陵墓中有一座正是隋阳帝的陵墓 这位国破身亡的皇帝不仅建造了大运河 又设立了科举制度 但是为人却是交涉隐隐 浩大习贡 在隋阳帝墓被挖出来之前 众人只是在文献中知道 杨广被葬在了央州 但是却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知道这次意外的发现 才确定了陵墓的位置 这是由一个墓室 耳室和永道组成的 南北长4.98米 东西长5.88米 面积不到30平方米的古墓 经过清理发现 考古人员很快挖到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墓制名 虽然墓制名上的文字 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看不清了 但是专家们还是通过仅存的文字 发现了重要的信息 上面写着随顾扬帝墓制 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都炸 难道这真的是随扬帝的墓 并且上面还记载着墓主人去世的时间 是大叶十四年 帝崩与扬州 这上面的记载都和史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 除了墓制 在墓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两组高等级的文物 其中一件十三环叠蝎的 堪称西式珍宝 在唐代 叠蝎带上的带板有玉 锡 金 银 铜等质地 其中玉带的等级最高 还有一组 溜金铜铺首 它的直径达到了26厘米 规格非常的高 相传铺首是龙的九子之一 晶梯性非常的高 通常用来装饰 大门来使用 在队一号 在队一号 扇子 因为公元618年的年后 在历史上一共有三个说法 一个是大业十四年 一宁二年和武德元年 还有人提出疑问说 在大业十四年 李渊雍丽隋公帝登记 杨广成为了太上皇 改元为一年 第二年杨广死后 世上不可能还用大业年号 面对这些质疑 考古队需要更加严谨地 对待这次考古工作 按照国家的规定 皇帝的陵墓是不允许被发掘的 但是隋阳帝的陵墓 是在基建中被意外发现的 并且隋阳帝当时还死于非命 墓还不如一个 普通的县关豪华 所以国家文物局 同意继续对这座陵墓进行发掘 通过对陵墓 进行更加仔细规范的操作后 在这座陵墓 周围十二万平方米的地方 进行勘探后并没有发现同样灵源的遗迹 虽然在历史上隋阳帝的陵墓 前后变过很多次 但是从目前得出的结论来看 曹庄隋唐墓是隋阳帝阳广的墓地 但是并不能确定这是第几次改葬的地方 虽然在扬州曾发现过隋阳帝的陵墓 可究竟哪座才是真的 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史料记载 隋阳帝的陵墓不止一个 那么为何隋阳帝死后 会在扬州有那么多的陵墓呢 这一切还要从隋阳帝之死说起 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 他在历史上颇受正义 在做了十四年皇帝后 便在扬州并故 他在位期间开凿大运河 修建洛阳城 创立科举制度 还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但同时 他也是一位交涉淫逸 滥用民理的暴君 关于他荒淫的故事 在当时的民间 说三天三夜的书 也说不完 就是这样一个皇帝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 却只能待在扬州城里 在这几年里 大随帝国遥遥欲坠 后来军官们推举语文化级 及首领 发动兵兵 并且还攻进江都宫 用一条带子 勒死了隋阳帝 隋阳帝叱咤风云的一代天子 就临时葬在了江都宫的下面 死后连一个像样的棺材 都没有用上 还是隋阳帝的皇后 和宫里的人 将床板拆下来 做了一个小棺材 一起入葬 后来在隋阳帝死后五个月 汉军中的一个首领 偷偷地将隋阳帝的灵鹫 改葬到了吴公台 第三次是在五德五年 汤军平顶江南之后 又将隋阳帝改葬到了雷塘 在隋阳帝死后的第二十九年 萧皇后也去世了 唐太宗李世民 为了表示对萧皇后的尊重 不仅恢复了他的皇后位号 还给准备了隋葬品 并还从长安运送到了江都 与隋阳帝阳广进行合葬 这样下来 阳广至少有三处墓地 那么这次挖掘出来的墓葬 到底是其中哪一个呢 墓内出土的两颗牙齿 鉴定为五十岁左右的男性个体 根据出土的隋阳帝墓制 十三环叠线金玉带 大型刘金铜铺首 以及大量的文官俑 武士俑 骑马俑等高规则贼量品 结合文献的记载 确认一号们的墓主 就是隋阳帝阳广 之前的隋阳帝墓 和现在挖出来的近相距五公里 但是这两个地方 都是属于历史上雷塘的范围 所以仅凭地名 很难分别其中真假 不过在当地百姓中 有一个说法 似乎非常的可靠 那就是李世民当初 安葬自家亲戚的时候 应该非常的气派 但是目前发现的这个墓 太过于寒酸 所以应该是之前 简单安葬的墓葬 不过既然在史书上 找不到线索 就只能从西史 还没挖开的二号墓室中 寻找答案了 在二号墓中 首先清理出来的瓷器 陶器 陶涌 等一百多件器物 造型精美 特别是一件 铜鞭中的出土 吸引众人的目光 经过深入的发掘 在二号墓中 一共出土了铜鞭中十六斤 铜鞭中 鞭中 在历史上 边中边 竟是宫廷的 才能使用的乐器 这就说明了墓主人 身份非同一般 紧接着 考古人员又在泥土中 出土了一件白玉 当把白玉表面的泥土 清理干净后 专家们惊喜地发现 这是一件 有着特殊意义的白玉 在古代 这种玉叫做玉章 是天子在巡游时 祭祀山川所使用的器具 同时 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如果说这件文物 能证明墓主人身份 不一般的话 那么 接下来这件文物 足以让考古人员 感到震惊了 这是一件 散发着光芒的凤冠 在这件凤冠上 还镶嵌着 琉璃珠和琉金的 花店同差 通过这点 可以肯定的是 墓主人的身份 不但非常的尊贵 并且 还是女性 不过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二号墓中并没有出土 文字记载的文物 等清理到墓室第三层的时候 一副完整的尸骨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经过检测后得知 这具骸骨 是一位身高在 1.5米左右 年龄在56岁之上的 老年女性 而根据文献推算 萧皇后在81岁 手中正起 唐太宗立刻发布诏书 恢复 萧后的后卫 并给他备了一整套的陪葬品 还护送他 到扬州和隋阳地合葬 从墓中所发现的老年女性 鉴定结论 和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 二号墓的墓主人 很有可能 就是萧后 至此 扬州曹庄隋唐墓葬的 考古发掘 就结束了 并且 在之后还举行了发布会 正式宣布此地 就是隋阳地和萧皇后的 合葬墓 而这个地方 也是隋阳地扬广 最后的 埋葬之地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或者弹幕中 积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